答案出来选B和D 好 第一个合同讲完了 它叫施工存包合同 我们简称叫总包合同 第二个合同 专业分包合同 专业分包合同就是我们工地上讲的叫分包合同 听我描述什么叫分包合同 我业主方把某个专业工程 我总包单位一般是总包单位 把某个专业工程分包给某家分包单位施工 我跟分包单位之间的合同就称之为专业分包合同 比如说土方开挖专业分包合同 比如说木墙安装专业分包合同 这就叫专业分包合同 在专业分包合同里边 我们把总包叫承包人 我们把分包单位叫分包人 双方责任合一物 看屏幕上 第一个总包的责任 一提供总包合同供分包人查阅 但是价格条款要除外 为什么价格条款除外 因为有差价 因为有差价 差价是你总包赚的差价 你不能给分包单位卡 所以价格条款要除外 第二个点 总包要提供场地和通道 分包施工的场地和通道 总包要提供 第三个 图子会审设计交底 分包单位如果有必要参加 总包组织去 第四个 整个现场管理总包负责 这是你作为总包的责任和义务 也就是说 它的责任和义务不多 也不是很重要 除了第一句话 价格条款除外 好 分包单位有哪些责任和义务呢 重点来了 第一个 分包单位要履行并承担 总包合同中 与分包工程有关的承包人 所有义务和责任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不仅仅是履行合同的问题 分包合同肯定要履行 这句话的意思是 总包合同里边 跟分包工程有关的所有责任 不管有没有写到分包合同里边去 你分包单位都要履行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听我描述 我在工地上是土方开挖 专业分包单位 那么土方开挖 专业分包合同的所有责任 我都要履行 这句话没问题 还有第二句 总包合同里边 跟土方开挖有关的所有责任 也要由我分包单位承担 这句话是对的 所以 你总包要把总包合同给我看 我才知道有哪些责任和义务 我都要承担 没有写到分包合同里边去 对不对 但是 你把总包合同给我看 你价格条款不要给我看 因为塑效救星丸不多 好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 分包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个 执行总包的指令 这个没问题 第三个 对分包合同要进行收集 施工 进工 保修 好 问题来了 难再受计划 这是第一个难点 专业分包合同 我是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所以我要对分包合同里边的施工 负责施工 没问题吧 负责竣工没问题吧 负责保修没问题吧 有问题的是负责受计 专业分包合同只包了施工 如果 总包叫我对专业工程进行收集 我也要完成收集 但是完成收集 收集费谁掏 为什么总包掏 因为你的合同叫专业分包合同 是包施工的 合同里边没有包收集 你现在把收集给我干 你当然给我掏钱了 听明白了吗 我再讲一遍 为什么收集费总包掏 专业分包合同是施工合同 包的是施工任务 现在你的把分包工程的收集 比如说我是装修公司 你把装修给我干 我干 合同是装修费 一千万 结果你告诉我 叫我也把收集也做了 那我做 但是收集费你必须偶尔给我 因为你那个一千万里边是施工费 不包括收集的 对不对 好 难再做 第四个点 提供施工组织收集 施组方案分包单位提供 第五个点来了 重点 分包要遵守政府关于施工场地交通 噪音 环保 安全无名施工等管理规定 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通知总包 总包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但是分包责任造成的罚款 总包不管 理解这句话 我来出题 听我描述 这句话的何意思 政府规定 分包单位必须遵守 政府规定 该办所有手续 分包单位必须遵守 而且要去办 办手续花的钱 总包掏 但是罚款总包不管 对不对 听我描述 总包 把土方开挖分包给假公司 土方开挖 根据当地政府规定 白天不允许挖土 饶民 只能夜间半夜挖 半夜挖 要办夜间施工虚格证 没有办 被当地政府查处 罚款10万块 同时要求补办夜间施工虚格证 补办手续费500块钱 第一个问题 夜间施工虚格证 谁办 总包还是分包 分包谁夜间施工 谁办 夜间施工 是土方开挖单位 夜间施工 分包单位自己办 你看第一句 第五句话 分包单位遵守政府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 没问题吧 跑到窗口一半 分包单位 结果一看 还有一笔10万块钱的罚款没交 你不交罚款 政府不给你办 10万块钱罚款谁掏 分包单位掏 因为这个罚款是分包 自己的责任造成的罚款 他没办造成的 对不对 好 交了10万块钱罚款 开始补办夜间施工虚格证 补办 又掏了500块钱手续费 做个500块钱 谁掏 总包了好 第五条就出来了 第五条就出来了 好 第三个点 去年考题 简单 分包与发包人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通过屏幕上这段话 通过屏幕上这个图 你把它看清楚 分包和业主方 之间是什么关系 四个字总结 根本不用屏幕上的图 四个字总结叫 没有关系 写上去就行了 分包单位和业主 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指令 必须通过总包 哪怕这家分包 是甲方指定分包 也必须经过总包 如果他跟业主 直接产生联系 承担违约责任 最后一点 分包合同价款 分包的合同价款 可以采用固定价 可以采用口条价 也可以采用成本价 筹金 选哪一种双方协商 但是不管选哪一种 分包合同总价是多少 跟总包里边相应部分价款是多少 有年代关系吗 没有 所以你把总包合同给分包看 价格条款不要给他看 因为没有年代关系 好 做题目 分包人的工作 A 按照合同约定 进行受计 施工 竣工 保修 对不对 合同约定 进行受计 合同叫你进行受计 也就是把受计给了你 对不对 当然对了 所以A是对的 A怎么说是错的了 A这样说 A 对分包合同进行受计 施工 竣工 保修 是错的 这样说是错的 没有前半句 只有后半句是错的 为什么 侯同不做约定 你是不管受计的 侯同约定 把受计也给你 你当然要负责受计了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A是对的 B 合同约定时间之内 向承包人提交 进度计划 相关进度 统计报表 分包工程的进度 你要提交给总包 对不对 这个我不用讲 你都知道 肯定要提交 因为总包要总体布局 C 向总包提交 施主 对不对 施主方案要提交 对 一 以竣工 未交总包之前 负责成品保护 对不对 没有交给总包之前的 分包工程 你自己负责成品保护 对ABCD多对 一挫折了 合同约定 叫你完成受计 要完成受计吗 要 但是受计费谁掏 受计费不是分包掏 而是总包 因为你的合同叫 看清楚 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这个合同只包施工的费用 受计 你叫我干可以 费用重新掏 总包掏 没问题吧 好 第二题 关于分包人的说法 正确的是 你就早一点 分包跟业主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A 分包和监理 分包服从监理指令 对不对 错 他跟业主不能有关系 监理代表的是业主 C 分包制函监理 不对 D 分包街道监理通知 不对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你要把教材上的知识点 一定要把它简化 好 劳务分包 劳务分包简单讲解一下就行了 劳务分包单位 他的义务有理性 你就记住 我是劳务分包 你包给我的只是劳务作业 所以我的责任只是负责劳务施工 劳务施工之外的 我劳务分包人一律不管 对不对 我劳务分包人一律不管 你承包人全部负责 我只负责劳务作业 我只负责干活 干活之外的 我一律不管 没问题吧 好 考试喜欢考保险 在劳务分包包 里边有几个保险要注意 四句话 屏幕上有 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把四句话给各位念一遍 第一句 劳务分包人施工开始前 承包人应获得发包人 为施工场地自有人员及第三人人员生命财产办理保险 且不需劳务分包人支付保险费用 第一笔保险费用 不需要劳务分包单位支付 第二笔 运到施工场地 由于劳务施工的材料和售备 由工程承包人办理货货的保险 且不需劳务分包人支付保险费用 第二笔保险也不需要劳务分包单位支付 第三笔 工程承包人必须为租赁或提供给劳务分包人 使用的施工机械售备办理保险 并支付保险费用 第三笔也不需要劳务分包单位支付 好 记住第四句话 劳务分包单位自己要买的保险是什么保险 一 为自有职工买意外伤害险 二 为自有人员自有机械买保险 所以简单了 四句话你看完之后就看我的总结 劳务分包单位要自己掏钱买的保险 两个字 自由 自己的人 自己的机械 自己对自己负责 自己掏钱买 为自己的人买意外伤害险 为自己的机械买保险 自己掏钱买 好 我再问过一句 跟前边那个建筑法38条就对应起来了 意外伤害险为什么不能找承包人替你买 承包人给你买一本建筑法 打开38条规定 意外伤害险国家鼓励 国家鼓励你叫我承包人掏钱买 门都没有 对不对 国家又不是强制 那我就不掏钱 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的人买 你自己掏钱去 好 所以简单了 劳务分包单位要买的保险 你就记住 两个字 自由 自由人 自由机械自己买 其他保险我一律不管 其他保险谁买了 承包人买 或者是业主方统一买 但是不管是谁买都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好 我们做题 考试劳务分包和农就考保险 说法正确的是A 劳务分包人施工开始前 应由工程承包人为施工场地的自由人员 集定三人员生命财产 办理保险 对不对 好 你不会先放手 A 你不会先放手 B 工程承包人提供给劳务分包人使用的施工机械收备 由劳务分包人办理保险 并支付保险费用 这个机械收备是你劳务分包单位的吗 不是你的 你就不买 C 总包承包人为劳务分包人买意外伤害险 是总包买吗 总包绝对不买 因为国家不是强制 是鼓励 对不对 鼓励那就只能自己投钱了 D 运到工地上用于劳务施工的材料 这个材料由承包人买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 对不对 对 答案他选D A不对 A是发包人买不是总包买 好 几种合同就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讲计价方式 计价方式教材翻到252页6030 三种计价方式 先讲第一种单价合同 什么叫单价合同 听我描述 单价合同的含义是指 合同计价方式 单价合同约定好 但是不约定总价 最终结算工程款 单价按照合同单价来 工程量20结算 这种形式叫单价合同的形式 由于工程量没有约定 所以对业主方来讲有一定的风险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什么情况下用单价合同 总结成四个是叫量不确定 工程量不确定的情况 如果这个项目工程量清单的量是确定的 业主方一定用总价 一般都不用单价 只有量不确定才用单价 第二个点 如何结算款 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或者结算款怎么计算 因为你签的是单价合同 合同已经约定好单价 合同里边有按合同单价来 工程量合同里边没有按照实际的工程量来 所以这个公式去年就好了 概率非常大 单价合同的结算 单价按合同单价 为什么按合同单价 因为合同已经约定好 工程量按时结算 为什么按时结算 因为合同当时无法确定工程量 所以只能按时结算 所以工程量风险双方都不承担 你业主方不要担心多给 我施工方也不担心少要 我干多少 你就应该给我多少 按时结算 双方都没风险 第三个点 单价合同的特点是单价优先 单价优先 什么叫单价优先呢 单价优先的意思是 比如说评标的时候 发现你的计算里边有错误 单价总价不一致 我们可以先做修改再评标 以单价为准 修改总价 这叫单价优先 第四个 单价合同分为两类 一类叫固定单价 一类叫变动单价 请各位记住固定单价 单价任何情况下都是固定不变的 也就是说只要签固定单价合同 有没有单价变动的可能 没有 这一点要注意 没有单价变动的可能 任何情况下单价都不变 而变动单价合同 那就是单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变化 可以调整 哪些情况下可以变呢 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工程量发生较大变化 第二个通货膨胀达到一定水平 第三个国家政策发生变化 三种情况 变动单价合同单价可以变 这个点是最有可能考多选题的地方 好 但是各位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我讲一个地方 你就懂 你就懂了 考试注意 看第一句话 工程量发生较大变化 考试给你去掉较大两个字 说工程量发生变化 如果签变动单价合同单价能变吗 工程量发生变化 单价能变吗 那就不一定能变 一定要较大变化 我说一个例子 各位你就懂了 听我描述 侯同约定土方开挖工程量 100万立方 单价为10元每立方 允许上下浮动15% 最终土方开挖量只有105万立方 增加5万立方 你告诉我单价能变吗 核同土方最终实际开挖量达到130万立方 请告诉我单价能变吗 所以各位什么意思 工程量变化要较大 不是变化 这个较大是要超过一定的幅度 而这个幅度一般都是15% 对不对 没有超过一定幅度的单价是不变的 没有超过一定幅度单价是不变的 第二句话一个道理 少了这两个字不对 少了这两个字不对 我们做一个题 看屏幕 土方工程采用单价合同 投标总价30万 土方单价50元 清单量6000立方 实际量5000立方 结算款是多少 签的是单价合同 他就不按总价结算 按单价结算 对不对 单价用哪个单价 用50 用50 合同单价量 量实际还是清单量 按实际量5000 所以应该是25答案选A 第二题 关于单价合同的说法正确的是 单价合同说法 哪个对 A 投标书中出现明显数字计算错误 业主方有权利先做修改再评标 对不对 对 这叫单价优先 B 单价合同允许随工程量变化 调整工程单价 所以业主方承担工程量方面风险 对不对 工程量风险业主方不承担 施工方承担吗 也不承担 所以B不对 B有两个错误 这是一个前边还错了 单价合同是允许随工程量变化 调整工程单价吗 工程量变化调整的是工程的总价 调整的是工程的总价 怎么来的呢 单价按合同的单价来 合同的单价是10块钱一个地方 工程量原来约定是100个地方 现在是103个地方 单价变不变 不变 总价变没变 总价变了 因为你结算按103来嘛 103重拾不就是1030万了嘛 所以各位 随工程量变化调整的是总价 调单价是工程量变化要超过一定的幅度 才能调单价 好 C单价合同分为固定单价变动单价成本加酬金 没有后边 成本加酬金是另外一种合同的方式 D 实际工程款支付按估计工程量乘以合同单价来计算 实际工程款支付 合同单价是合同单价 但是量必须要是实际的量 估计的量不对 必须要是实际的量 所以答案选A 好 总价合同 总价合同 我们只讲一个总价合同叫固定总价 固定总价的含义是 总价一旦固定不发生变化 这种合同叫固定总价 所以第一个问题 风险由谁买单 风险由承包人买单 施工方买单 你签的是固定总价 固定总价300万 最终活干完我就给你300万 干活过程中农民工工资会不会涨 材料单价会不会涨 会不会有收级变工 这些多不给你调就给你300万 所以风险施工方承担 施工方承担的风险 一是价格二十量 去年考题点来了 价格风险有了一些 量的风险又有了一些 屏幕上 而且剩两分 去年就好了 价格风险 包括三个 第一个是报价有错误 第二个是漏报项目 第三个是物价人工费上涨 量导风险有四个 一工程量计算错误 二工程范围不确定 三工程变更 比如说设计变更 四设计深度不够造成误差 都是那样的风险 好这七个词 不要急 不是说不考 应该这样来急 用你的经验来判断 两个风险 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量 这些风险肯定是 你四工单位承担 有你现在是固定中价 业主方不承担任何风险的 你只要对这个风险 做一个判断 是价格还是量 做一个判断就行了 比如说农民工要涨价 它是价格风险 材料涨价 价格风险 设计变更 量的风险 比如说设计变更 土方增加三十万里方 那是量的风险 对不对 这些你都会 你就记住你不会的 投标报价过程中 漏爆项目 漏爆了项目 是价格风险 你记住这个 你不会 漏爆项目是价格风险 设计变更 是量的风险 好 这是第一个 不管是价格 还是量的风险 多应该由你 施工方自己买达 第二个点 固定总价 双方可以约定 发生重大工程变更 累计工程变更 超过一定幅度 可以调整口中架构 也就是说固定总价 有没有调总价的可能 有 听我描述 两个问题来了 固定单价 跟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 单价任何情况下多不便 固定总价 总价还是有调整可能的 对不对 就记住这两句话 固定单价 单价任何情况下 多不便 固定总价 总价是有调整可能的 比如说重大工程变更 比如说累计变更 超过一定幅度 最后一点 结算简单 签固定总价合同 双方结算简单 但是报价会高 会多报一笔 不可预见风险费 为什么施工单位报价高 因为风险大 风险大 报价当然高 风险大 报价当然高 好 我们看题目 第一个题 固定总价合同 属于价格风险的事 哪个是价 漏报项目是价 选C 考这个的概率非常大 价格和量的风险 一定要区分出来 去年就考两分 好 合同计价方式 第三种叫成本加酬金 成本加酬金 听我描述 它的含义是指 你施工单位花多少成本 我业主方给 花多少成本 给多少 额外再给一笔酬金 作为这个项目 你的利润 比如说这个酬金 是2000万 这种合同形式 叫成本加酬金合同 所以各位你想 你花了多少成本 我业主方掏 额外再给2000万 你有风险吗 风险谁买单 第一个点出来了 风险业主方买单 所以对业主方的投资控制 很不利 很不利 他不知道要投多少钱进去 第二个 什么情况下用 听我描述 我们讲在喉咙谈判过程中 业主方站主导 业主方站主导 他又为什么要采用 成本加酬金呢 一句话总结就是 他迫不得已 他也没得选 所以有两种情况 是迫不得已 必须用成本加酬金 第一种方案是 工程特别复杂 方案不能预行确定 用成本加酬金 第二个是时间特别紧迫 比如说抢险就在 特别紧迫 用成本加酬金 因为你用总价或者单价 还需要招标 还需要投标 还需要给时间 抢险就在容不得你等 用成本加酬金 好 两种情况 重点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针对不同的单位 优缺点的说法不一样 首先讲业主方 成本加酬金 对业主方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优点 优点就是 一可以缩短工期 为什么可以缩短工期呢 因为它可以分段施工 二可以减少承包商的对立情绪 因为这个项目 我施工单位肯定能赚钱 所以我也愿意积极地配合你 业主方进行收集变高 减少对立情绪 第三 可以利用承包商的技术专家 来解决我施工过程中的难题 第四 业主方可以深入的介入 控制工程的施工 甚至工程的管理 最后一点 虽然是成本加酬金合同 我业主方可以通过 确定最大价 来转移一部分风险 这是优点 缺点就是 投资控制很不利 因为最后 结算加要到多少 根本不知道是一个无底洞 对它的投资控制非常不利 那么站在施工单位的角度 优缺点 优点是风险低 利润有保证 缺点是不确定性太大 后期这个项目怎么走 怎么变更 不确定性太大 好 我们看个题 这个题是针对三种合同做的一个对比 对施工方来讲 累个合同风险最小 成本加酬金风险最小 基本风险为零 好 反过来讲 对业主方来讲 风险最小的是 固定总价 对业主方来讲 风险最小 因为把风险转移给了施工方 第二个题 对业主方而言 成本加酬金喉咙的优点是什么 各位首先看 他是说对业主方来说 A 有利于控制投资 对投资控制非常不利 B 可以通过分段施工缩短工期 对答案就选他 C 不承担工程量变化风险 所有风险都是业主方承担 D 不需介入工程的施工和管理 我不需要介入吗 我肯定需要介入 如果不介入的话 那就成本根本无法控制 我业主方也收不住 所以我要介入工程的施工和管理 好 这是他的优点 答案选第二个B选项 三种计价方式给各位讲完了 单价 总价 成本加酬金 全部给各位讲完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讲